主料,鸡翅两个,柠檬一个,主料,酱油4克,料酒3毫升,化身油15毫升, 土豆淀粉10克,蚝油5克,大蒜10克,生姜8克,锅8克,烟5克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将鸡翅洗净,并在每块鸡翅身上都割几个刀头,以便更好入味。 备好一个柠檬,并将柠檬切块以备用,往鸡翅撒上盐,先加适量的料酒,酱油,土豆淀粉,蚝油,混合搅拌,腌制约20分钟,切好大蒜和生姜以备用,将锅烧热,倒进花生油,再加入切好的大蒜和生姜,翻炎约3分钟后起火,把大蒜和生姜捞出来,留下油在锅里, 这样做可以留有蒜香的香味在油里面,有需把鸡翅放进锅里进行煎制,将煎熟的时候,把刚才切好的柠檬片几只,淋在鸡翅上面,关小火,翻炒鸡翅一小会,翻炒后就可以出锅了,在鸡翅上面点上几片脆口的锅巴,烹煸技巧,在对鸡翅进行煎制的时候,也一定要适度, 最好别倒入醋,因为醋酸,和柠檬汁混合的话会加重酸味,并且影响柠檬独有的香味,吸柠檬汁的时候不应过多,一点就足够了的,要不然鸡翅过酸就不好吃了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